年轻女生黄玲玲 在外地旅行的时候 了解到一些环保理念 响望之余 亦想将这种可持续的生活态度 带回家 于是创立了品牌好评 回收胶横循环再用 制造出各种有用的产品 好评作为淘宝店 美好商店的合作伙伴 今年会一起参展淘宝造物质 我其实跟淘宝本身的缘分 还蛮深远的 我本身是淘宝的员工来的 然后是一个产品运营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在阿里上市的那个时候 就是我每个人都穿着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那我其实后来也去追寻了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那我去进行了一段间隔年旅行 走过那种中美洲的十字路 背着很轻便的行李 那么在美国的一些小镇 待过一阵子跟着当地的我的室友们 坐着垃圾回收分类 那还有去逛二手店买衣服 那学会了像修理坏掉的自行车 这样的一些当地的一些技能 那其实在感受他们的这个生活 物竞其用的生活方式以后 我其实很羡慕 那我其实回到国内以后 也想延续这种感觉 和自己去创造一些实际的改变 所以我就跟一些伙伴 那我们做了好评这样一个项目 用产品的方式 用每一个人都喜欢的包包和衣服 像我身上这个也是八个塑料瓶做的T恤 那用这样的一些方式 让普通人去购买这样子的再生产品 消耗掉那些已经存在的塑料瓶 这个我们的包包都是用塑料瓶做的 它可以做成非常多质感的面料 我也是倡导一种新纺织经济 其实也是希望能带动这个行业的一些改革 其实有一些再生材料可以更广泛的去运用到 去替代很多现有的材料 通过淘宝这样的一些平台 会希望能够向更多的大众 直接的去传递可持续的这种生活方式 把这个产品递交到他们的手中 让他们感受到就是能够出手可及的 这种环保产品再生产品 让变费为宝成为一股潮流 这是我的责任